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二 那昨天的话,川普总统任命的佛罗里达的联邦法官 Kathryn Kimball-Mizala 就裁决撤销了覆盖全美航空公司还有公共交通的口罩强制令 那就引起了左派异乎寻常的反对 我看到像非常左派的美日野兽的大标题就是说 川普任命的最糟糕的法官 让旅行变成了一场Mega的噩梦 Mega就是让美国更加伟大这个运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恐慌 那白宫的发言人Jazaki就说他表示很失望 同时那拜登政府也表示说 在联邦机构对该裁决进行审查期间 这一命令不是有效的 但是各航空公司就已经开始紧禁了 因为之前我在视频里说过 各航空公司的这个是由联名写了信 给拜登要求解除 严重阻碍了航空业的发展的新冠期间的所有的规定 米兹尔法官判决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说 这个法令是无效的 因为CDC没有这个法定权限 而且它的实施违反了行政法律 CDC未能证明其决定是合理的 没有遵循适当的规则制定程序 导致该决定存在致命缺陷 在长达59页的裁决书中 米兹尔法官说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在全美范围内取消这一决定 根据这个裁定的话大部分的航空公司好像达美航空 联合航空西南航空就在18号的昨天的晚上就宣布说 他们不会强制乘客戴口罩 他们要不要戴口罩的话 他们自己选择 然后那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就表示说 在过去两年违反这个口罩禁令 而且行为特别热烈的这个乘客 将被继续禁止乘坐这个航空公司 即使口罩禁完全解除之后 所以如果你们要出门旅行的话 你们一定要小心地选择你们的航空公司 不要买了便宜票之后再来后悔 那当然美国铁路公司也对这个决定应该感到很高兴 他们就表示不再强迫乘客和员工佩戴口罩 但是主派的州新泽西州的运输公司就表示说 他们还会执行这一经营 纽约大都会运输管理局的通讯主任就表示说 他们会继续遵循CDC的指导原则 并且要审查佛罗里达法院的这个命令 就是作为一个运输单位 他要审查法院的命令 那因为这个口罩禁令的推翻是在CDC 虽然已经对疫苗强制令实施了部分解禁 就是很多的州现在 并不强制参加公共场合的人是要打疫苗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解除口罩强制令 他们仍然把口罩强制令延迟到了5月3号 所以要研究奥米克隆的妹妹 就是这个BAT的变种 所以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那白宫就表示说 这个裁决意味着关口罩的命令 暂时不生效 但是杰萨基在表示非常令人失望的同时 他也表示说白宫正在审查这个境 在考虑司法部会不会再进行上诉 那你如果再上诉的话 现在是4月19号 你在上诉的话 5月3号口罩强制令就到期了 那如果他们要上诉计 也就意味着他们还会继续延长口罩强制令 在5月3号之后 这会不会引起民众对民主党的极大的愤慨 一直导致他们中期的损失的话 我觉得这是民主党目前在考量的一个首要的议题 除外一致反对 有的人就说 你看我有4岁的孩子 他有慢性病什么的 那你就是说 我4岁5岁的孩子都不可以上飞机了什么的 那你如果觉得口罩有用的话 你干嘛不给你自己和你太太 还有你4岁的孩子戴口罩 如果这个口罩真的是有用的话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别人戴口罩呢 别人戴口罩怎么就保护到你呢 我就不明白 如果你觉得你戴一个口罩不管用 你可以戴两个嘛 这个口罩到底有没有用的话 你觉得有用你就戴嘛 很简单 如果你觉得戴一个没用 你就戴两个 你觉得戴两个没用 你就戴N95 或者戴消毒面具 whatever你愿意戴的东西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强制别人 左派就以优势群体 抬出来说这个话 那即使是今天我看到 川普总统任命的这个前surgeon general 就是翻译成卫生局长嘛 他是一个军方的官员 他算是卫生的一个高官嘛 那Jerome Adams 他也出来表示说 他说这个法官的这个裁定是不人道的 他觉得这样的话 那不能保护五岁以下的有慢性病的孩子 你这个法律也就是禁止了 五岁以下的有慢性病的孩子出门旅行 他完全可以出门旅行啊 他为什么不可以 在前段时间 他在学校可以戴口罩的话 他如果觉得自己有慢性病 他完全可以自己戴口罩嘛 那为什么一定要避着别人戴口罩呢 别人戴口罩 如果按他的逻辑 只能保护别人不受病毒的侵害 对不对 反过来说 假设别人戴了口罩 那这个生病的孩子没有戴口罩 难道就可以保护这个孩子嘛 对不对 他们这个逻辑真的是很奇葩 我个人认为在当前的大环境下 他们不可能再上诉 也不可能在五月三号之后延续这个口罩令了 因为理由很简单 美国人民已经受够了 而且戴口罩到底有没有用 经过这两年的时间 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体会了 不用政府或者不用卫生部门来告诉你该怎么做了 这个判决的米泽尔法官 他在两年前被任命的时候才33岁 非常年轻 然后当时遭到民主党的一致的反对 他们就说他经验不够什么的 但是这个被称为是经验不够的法官 却变成了一个非常勇敢的斗士 所以他下了这一个裁决 他至于被川普总统任命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我个人认为 就是因为他是高院最保守的大法官 汤姆斯大法官的一个前书记员 那很可能他的这个保守派理念 跟汤姆斯大法官是一脉相承的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所以他这么大胆的举措的话 受到了保守派的一致的推崇 这个口罩想自立的取笑 并不是福州州长吉里桑德斯的一个运作 但是他高度赞扬了米吉尔法官的这个判决 我上期说了福州州长进学校的色情图书的时候 那今天那福州州长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呼吁 就是向迪士尼开炮了 那他呼吁立法者能停止迪士尼乐园的一个改良区的一个设置 那个说来话长 就是迪士尼乐园在美国加州起家了 第一家他发展得很成功 所以他到佛罗里打响 在东海岸建一个迪士尼乐园 是他当时看中了这个Orange County的这一片地 Orange County之前 之所以叫Orange County 就以前是种橘子的嘛 对吧 是一个农业的地方 所以他看中这个地之后 他就不断地用几个不同的公司的名字 就买了当地的人的土地 最后那当然还有一部分土地可能有些人不愿意买 他就告上法庭 最后把那些不愿意卖的人的土地也赶走了 那这样他有一个很大的土地 他就准备新建他的迪士尼乐园 当时新建迪士尼乐园的话 很多配套的设施不是很齐全 佛州的政府就跟迪士尼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在1967年 就说我们可以划归这一片土地归你 这一片土地一共有两万五千英亩 也就是相当于一百平方公里 这么一个土地 作为你的自治区 叫做Ready Creek Improvement District 就是所谓的芦苇西改良区 那这个改良区实际上就相当于是 迪士尼在佛州拿到了一块地 他拿到了彻底的自治权 就是几乎相当于一个自治政府了 他有政府所有的职能 他有消防队 有警察 他是属于算是一个特别税务区 算是特区像深圳珠海一样 他唯一对政府的义务就是 他要交土地税 而且政府要对他进行电梯审查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是相当宽松的 他相当于是Origin County 县里的一个自治区 所以那这么一个自治区的话 今天第三的是州长就对他开火了 就是呼吁国会的立法者们 不仅要考虑国会地图 就是所谓的这个 重庆化分国会区议员区的这个地图 就是还要考虑终止 1968年以来 佛罗里达签署的一些特别行政区 还包括卢维西改良区 那他这个卢维西改良区 就是迪士尼建的他这个小王国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声明 也就意味着 第三的是彻底向迪士尼开火了 不仅是从有意识形态上 而且是从经济上要断他的后路 因为现在迪士尼把这个改良区建成了 不仅是自己的小王国 他的居民 他的员工 他的演员可以居住以外 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居民 在他这个区居住 他有自己的消防警察 有所有的这个配备 那他甚至还在规划高级住宅 还有经济试用房等等 那现在迪士尼的这个态度很坚决 就是要州的立法者对他进行限制 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公司 特别的有权力 特别有影响力 我们就给他这样的这个特权 这样的特权是不公平的 迪士尼对迪士尼这一开火 我觉得可能会让他彻底的失声 迪士尼他之前反对迪士尼的这个提案 就是亲子教育提案 那他被主派就称为是Don't say gay 就是不要提同性恋的这个提案 这个通过的法案 我们之前说过 这个法案其实是指在父母控制 孩子受教育的权利 法案通过之后 那学校就不得向父母隐瞒 孩子关于情绪身心方面的重要的信息 因为在这之前的话 2021年 弗洛里达的一个女孩就出了事 12岁的一个小女孩 他们家是天主教的教徒 但是学校在不成智慧 也不成朋友 父亲商量的情况下 就对他进行长达数周的性别认知教育 最后导致这个12岁的女孩在学校自杀未遂 这样他的父亲才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一直诉状 就状告到了佛州的法院 但是还有另外其他几名父母 也不满学校的教育 状告法庭 所以那就因此有了这个 亲子教育指导的法案 也被称为不受同性恋的这个法案 其实他之所以被叫做不受同性恋的法案 因为他除了说 校方要对孩子重大的情况 对家长举以智慧以外 还有重要的一个就是对三十年级以下的孩子 进行性侵向性别认同的灌输 所以就引起了左派还有LGTQ团体 很大的一个不满 虽然左派在攻击他们 实际上根据民调显示 在佛罗里达即使是民主党人中也有55%的家长 是认同这个亲子教育法案的 那不要说共和党的保守派的父母了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佛州的父母 都是有常识的都是认同这个法案的 而迪士尼作为孩子的娱乐场所 孩子的梦想世界 孩子最向往的一个乐园 最向往的去的一个地方 却做出了抨击这个法案的行为 这就引起了全美家长的一个不满 也引起了佛州州长对他的一个彻底的反击 佛州州长这一手相当于是釜底抽薪 如果你经济上没有能力了 那你有什么power呢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赞助 点赞 留言 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